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大家今天繼續來收看我的minecraft極限生存實況 今天是第11集了 我們先進入遊戲吧 現在又是晚上 我們這邊有很多的狗狗 顏色都恢復正常 先睡覺 遊戲一開始都是在睡覺 天亮了 天亮了之後 我突然想到我好像有皮革的吧 這是我的皮革到哪裡去了 有皮革上衣 我印象中我一開始在第一集的時候 是有殺過一些生物的 那我好像是有得到那個皮革啊 不過現在那個皮革 是不是還放在我原本的那邊啊 我先回去看一下我有沒有那個皮革好了 有皮革我們才可以製作書 有書了我們才可以製作附魔台 所以我要先回去一下 這個 南瓜就先收一下 我剛剛一個手殘 我一個手殘把這個 南瓜葛給砍掉了 算了 這個 這個 甘蔗也都收一下 好的然後我們這邊 可可豆的話就再多種一些吧 我們的叢林木都還有 就在他旁邊吧 這邊就可以了 好 這個應該是發育成熟了吧 收一下 好這樣我們的食物就變得非常的多元化了 好我們現在要先衝回家 衝回老家去啊 欸我們的橡木 我們橡木也長起來了 先把橡木砍下來看會不會獲得更多的橡木樹苗 是橡木吧 應該是沒錯 然後我覺得我到時候呢 應該還是要建造一個雞舍的 這個小雞雞 他都那個 分散在世界各地啊 東一個西一個這樣 然後我們收集這個雞蛋就有點麻煩 所以到時候建立一個雞舍會好一點 不過他們還是有下蛋 太好了 雞蛋可以收就好了 我們回到老家了 哇好多雞蛋 其實就在這裡建造一個雞舍吧 其實 這樣好像也不用建造雞舍了 雞就都在這邊而已 我們就回到我們的老家來了 地圖 他在這邊他也顯示了 我走到這邊來了 我走過頭了 我走過頭了 下去吧 我們回來了老家 應該是沒有生怪吧 下去看一下 好的沒有生怪 這個家 家裡面生怪也是很恐怖的 欸有皮革 是的 我們還有碎石欸 腐肉也有 好 好 我們這一 此行的墓地 只是拿回皮革而已 走吧 這些有些樹可能是無法生長 收回來好了 好 我們趕快回去先建立一個附魔台 然後找一個風水寶地 就把附魔台放下去吧 這樣附魔台可以吸收到比較多的大自然的精華 我們才可以做出比較 厲害的武器 好到時候我也要做一個那個 綿羊就是一個綿羊 要怎麼說 有雞色然後那個就是綿羊的一個 綿羊色吧 然後把綿羊全部都染色 然後就會有五顏六色的綿羊都出來 都在那裡面 我們就有 很多種顏色的羊毛都可以採 哇 山木樹苗好多啊 不管了不管了 這個可可可豆長得還蠻快的 好吧 先回家 然後趕快建立製作那個附魔台 然後地圖也可以再放大 哇 附魔師成就 哈哈 大家可以看到我 我是第一次製作出這個附魔台 然後我製作出這個打火機啊 到時候我們可以用黑曜石做一個 下界 通往下界的門 然後再用打火機把它點火 可是我也是 我還沒做過啊 我等一下要來做一下好了 也要找一個地方然後 做一個下界的門吧 現在有附魔台了 下界的門應該也都可以做了 那我先去採一些木材好了吧 是的 我先把東上 身上的東西先整理一下 欸 甘蔗 先做成紙吧 先把地圖放大 我們看的範圍就越來越大了 還能不能再放大 我再看一下 不行了 已經是最大的最大的比例了 那就先先這樣子吧 先這樣子沒有關係 欸欸欸 這樣子就OK了 然後我們去採一些木頭 欸然後小狗狗的話 通通都先跟我出來一下 欸 欸欸欸欸 欸欸欸 欸欸欸 兄弟之間不要擠來擠去啊 欸 通通都出來吧 欸 通通都出來吧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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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然後 欸 你在這裡 看門狗 好 還有 還有一隻 當看門狗 哎呀 這是小隻的 怎麼在這裡 啊 就是你了 這裡當看門狗吧 好 其他的 狗狗都跟我來 哇 晚上 南瓜又長好一些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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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下來 來 蹲下來 來這邊 看守我們的農田 過來過來過來 過來 坐下來 看守我們的農田 欸 過來啊過來啊 不要懶惰 不要懶惰 好 你們都在這裡 好 小隻的 小隻的那隻 好可愛喔 他的步伐 先收一下南瓜 好 已經天黑了 我們先回家睡覺 然後把小隻的狗 先留在家裡吧 哎呀 吃麵包 這邊現在都有看門狗了 欸 來吧 來吧 小狗狗 來 坐下來 來 坐下來 其實應該把他帶到二樓去的 啊 這個燒好了 我們來燒金礦吧 鐵一定很多 很不錯很不錯 帶在身上好了 好 睡覺 好 我們先去砍 砍伐那個木頭 我回來的時候好像忘了去搜那個 橡木的樹苗 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這個可糟糕啦 欸 我的叢林木長起來 哇 我橡木的應該是不見了 可是這邊還有一顆 那 他是橡木嗎 我確認一下 好了 他是橡木沒錯 好吧 居然還有一個橡木 這個橡木就不能浪費了 到時候呢 我們把它砍下來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 要等他的樹苗 樹苗要掉下來我們再走 這邊很麻煩啊 被苦力怕給 炸掉了 沒關係啊 我們先把它填起來吧 然後我們就繼續砍伐我們的樹木 因為有些大大的 希望我能夠把我的房子啊 一些地方改成原木的 所以呢 我們會很需要這一個 我也想要看一下說 這個原木的樣子啊 看起來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先採集一下這些 原木的木材這樣 我想我這邊的原木還是不夠的 還是不夠用來製作那個 把我的房屋改建 全部改建成原木的狀態 我們還是得再多收集一些原木 然後我的橡木到底還會不會生長起來 哇 這些豬都很喜歡爬樹啊 這些豬真的都非常喜歡爬樹啊 都跑到樹上面去了 我現在有兩組原木了 不知道能不能夠 數量夠不夠改造 這個我怎麼撿不起來啊 啊 又是那一個bug 又是那一個bug 是那一個bug的 欸 我怎麼撿不起來呢 哇 這一個 這一個原木我真的撿不起來啊 這一個原木我真的撿不起來啊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bug啊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bug啊 好吧 我撿不起來 我撿不起來我也沒辦法啦 把山木插回去吧 維持大自然 然後就不要太靠近我們的農田了吧 就在這邊插樹苗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的叢林木跟我們的橡木都有了 我們就在這邊砍一下這個橡木吧 然後等他的樹苗 我想還是用手吧 這些樹葉都打掉吧 欸 有了 有一些樹苗掉下來了 欸 怎麼只有一個啊 快點快點 我還要 我還要 有了 有兩個了 只有兩個而已嗎 不是吧 哇 真的只有兩個 欸 有三個 三個 三個 好吧 有三個 有三個就好了 起碼可以把它繁殖起來了 然後 這個叢林木 叢林木比較麻煩的 所以它的樹葉很少 所以它不一定會掉叢林木的樹苗 如果運氣比較不好的話 就無法掉下來了 欸 我山木樹苗又撿到一些了 好吧 再 再插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天又要黑了 我們的南瓜又長好了 收吧 奇怪 這狗狗它怎麼是站著的呢 我不是叫它蹲下來嗎 這太奇怪了 這難道又是一個bug嗎 欸 我們的農田 農田又快好了 好吧 先睡覺 先睡覺 而且我這些原木啊 我還要先把它製作成那個 附魔台的基座 附魔台的基座 我們先去放置那個附魔台吧 我打算放置在那個上面 所以我們先游泳過去 啊 我要帶一些樓梯 我要帶一些樓梯 好的 我們來建造一個附魔台的基座 然後把附魔台放上去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都還沒有那個 輸架 所以 暫時都還不會附魔這樣子 好了 我們到這上面來了 一個可以 充分吸收到陽光的地方 我們就建立一個那個 這是橡木 拿三木吧 farming 觀卒 你 可以解決吧 然後 這個 好的 到時候我們的書櫃呢 就會把它放在這邊周圍 把它給圍起來 然後疊個兩層這樣子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我們的附魔台呢 就在這上面 不過上來的路可能有點麻煩就是 沒關係嘛這個是附魔就是要 制約與試約嘛 我們要讓自己走過一段很艱難的路程 我們才能夠附到比較好屬性的附魔這樣子 這個南瓜生長非常快 不過我的雞蛋好像跟不上我南瓜 這邊的話 那 再燒帶一下吧 然後我們現在 看現在的時間 我不確定我能不能夠有足夠的時間 把我的 一些柱子的地方把它換成那個原木啊 我先來換一下吧 我把一些柱子的地方把它換成原木這樣 那因為我們用的都是三木 三木的木板 所以我們還是用三木的原木吧 像這樣子 那我也不知道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換起來它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啊 一樓柱子的部分 大概也都先換好了 還有橫樑的部分 還有橫樑的部分也要換一下這樣 橫樑的部分要換 然後我先到二樓去把柱子的部分都先換掉吧 好 稍微換了一下 現在今天就先把柱子的部分先把它換了吧 然後 改天我們再來換那個 橫樑的部分 那柱子的部分換完之後就先看一下是什麼樣子 這個極限生存就不像創造模式那樣那麼好換了 大概就像這樣子吧 反正顏色總是比較多樣化一點了吧 還有 有一些大大它有強迫症 它有強迫症 它說我這下面呢 我這三塊木板 的下面是空的這樣子 希望我把它給填起來 就是 不過 基本上它還是撐得住的 我暫時就先不那麼做了吧 然後 我希望我能夠製作一個 蘑菇啊 我能夠把蘑菇給生產 更多一點 所以我要造一個 叫怎麼說呢 蘑菇的一個 蘑菇田嗎 蘑菇田這種說法好像也怪怪的 黑曜石 我也還沒有做過這個地獄門啊 今天做的事情好像都比較雜一點 就那邊吧 就那邊 就這邊 這位置可以做一個通往下界的門 然後我不知道說 這應該還是挖掉一下 我來挖一下吧 這樣的空間應該是夠 然後 我把這下面都挖掉吧 應該是這樣子吧 做出一個這樣的範圍 然後 然後 這邊用泥土把它填一下好了 這樣看起來才比較有下次要準備走進去的樣子啊 這邊又胎那個 把這邊都整理一下 好 然後 用 這個打火機 在這邊點一下吧 是這個意思吧 欸有了 我沒有一個 通往下界的門出現 這個 到時候啊我們就可以 進入這個下界了 可是現在進去可能還不是那麼明智啊 所以我想就先不要進去了吧 然後中間這邊也先不要把它填起來了 因為我們還沒有要先進去嘛 這個 製作出這個怎麼沒有成就 還是說走進去會有成就 我就不知道了 然後還有 東西再把它整理一下吧 今天做的事情真的都蠻繁雜的這樣子 現在我們有四種顏色的染料 還可以那個 他們彼此之間可以再融合製作出其他顏色的那種 染料這樣 這個蘑菇的話 蘑菇要繁殖它需要 地下空間 要往地下挖 往地下挖的話還蠻費時間的 今天的時間可能還來不及製作那個東西 那邊那個是什麼 欸 是不是只要把地獄門製作出來 那些怪物就會從地獄門裡面 開始往外衝了 哇他身上的裝備好像還蠻齊全的 這個有點危險啊 不管他不管他 快走快走 晚上了馬上回家睡覺 欸 好的那一隻怪物又不見了 他通過地獄門然後就這樣子走過來啊 到底是地獄門還是下界門 還是都可以啊 這我就不知道了 好啦今天做的事情真的都 嗯很很繁雜啊 小麥田我們也把他先 先把他收一下吧 先把他收一下吧 好 我們的種子真的很多啊 還可以再繼續的開屁啊 好我們就 要開屁嗎 先不要開屁好了 沒關係了 好我們的南瓜再收一下 真的生的太快了 紅蘿蔔蔔 好像也已經快要好了 不過好像要等他那個 頭稍微有冒出來一點點吧 這兩顆 這兩顆 這兩顆橡木也都長好了 這一顆就長不了了 然後弄到別的地方去 然後弄到別的地方去 這是山木 這是山木 一樣 這個橡木怎麼還沒長起來 好吧不管了 然後到時候我想 啊可以在這邊 這邊然後往地下挖 往地下挖之後 在這下面弄一個那個 蘑菇田 不過那要下一集再做了 因為這一集的時間 已經快要不夠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先把東西整理 整理完之後 然後把麵包再把它都製作出來 然後這一集也就差不多了這樣子 好了我們現在有五十一個麵包 哇真的是非常的多 好啦那我想我想我還是先把 我應該要做的事情啊 先把它給 用告示牌先來紀錄一下吧 呃我想一下 首先我可能需要建立的是一個 基社吧 Handhouse 再來就是 建立一個蘑菇田吧 Mushroom Garden 然後 嗯 綿羊社吧 然後 有 豬社 還有一個 牛社 還有嗎 我們的原木房 原木房在就下一次就直接改造就好了 差不多暫時先想到這樣子吧 這個 先回收一下 好 我想我們能做的事情呢 有這些就已經夠做了 一個 一個 一個雞社 還有一個 那個蘑菇田 然後一個 綿羊社 還有一個豬社 還有一個牛社 希望我們都能夠把它給完完整整把它做出來啊 還有什麼事情要做的話 請各位大大也就 給點意見吧 看看我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做這樣子 還有什麼要做啊 你們也希望我做的 好吧那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先做到這裡了 還是各位的收看了 我們下次再見了吧 各位拜拜 拜拜